縣館主席 可能這個要說明清楚 剛剛講的基地類通路是計畫道路 然後基地通路是這樣進去的 這個才叫基地類通路 這個基地的話 可能要請設計建築書講清楚 基地內通路不是這樣通進去裡面的 是沿著這個計畫道路在流涉的 所以這個要跟委員說明清楚 這跟一般我們認知的建管的 臨界的計畫道路 然後再延伸進去的基地類的通路 是不一樣的 是 了解 再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事實上我覺得 划絕大小跟基地間臨界的基本來講的話 事實上裡面的那個 目前來講的寬度都不足 那為了要建構 因為剛剛委員也提到 我們事實上被整個西藏路 滑坠大小跟黃五塊石大陸 上面高橋所圍繞 交通的可及性質不是很高 所以我也希望是說 讓這個整個交通 有一個這樣的一個黃鑽 這樣的一個色口來講的話 所以是匹零我們那個 滑坠大小這個地方 流涉這樣的一個通路 讓這裡面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裝卸貨 或是一個運載的這樣的一個載具 能夠有內部的一個通路來做一個使用 並不是說 我一定要從主要道路裡面 從通達我各個到地方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基地內通路 那你這個就覺得 這個所謂基地內通路就是 就是 就從建築線進來 對對對 那你現在是在沿道路邊嘛 那意思完全不一樣 對不起 那你等於多設了嘛 我想這個大家釐清嘛 文字修正好不好 文字修正 好 文字修正 不然這個 這都不經常 那可不可以 講啊 建議啊 因為這個不是建築的基地內通路嘛 所以說他這等同一樣 建築啊 退縮 然後流出來 做啊這個公共的一個啊 車道使用 所以這個文字修正 文字修正好不好 好 那個 好 我想這個委員 大概了解 我想我只是尋求一點 這個大家剛剛有提到 這個 要不要取消 住宅使用這樣的一個限制 剛剛辦局有特別說明 是各位可以接受 那你現在就按字寫了 不做 不做也可以 好不好 這既然是我們的那個 就取消不做也可以 我們大家可以接受 好不好 好 如果大家沒有意見 我想這樣子 也經過充分討論 原上我們就 做一些文字修正 特別對 呃 剛剛這個 黃南山委員提到的那些 文字叫做修正 以及 呃 特別對於 剛剛提到的 多獨奧委員提到的 不得超過 三百跟七十 這很重要啊 不得超過 不是說限定 三百跟七十 這個 這個差很大 第三個就是說 不得多獨奧使用 進行拿掉 OK 這個就是文字修正 那第四個對於黃修正 委員提到的 有關那個基地面 當中那個人 剛剛照這個 委員的 不是那個 這個多委會的意見 說修正要通過 好不好 所以基本上這個案子 呃我們修正要通過 那 因為這個案子 會利於後續 我們有程序上的問題 要報內政策核定 所以我們基本上 大家是不是同意 本案在這個紀錄 批核後呢 就急辦理 錄案作業 好不好 這程序上我希望 能夠達到這樣的想法 各位可以接受 好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這樣就照剛剛 兩個的意見 來做修正要通過 好 我們要進行下一個案子 謝謝各位委員 謝謝